最近一段时间火灾频发 去年12月11号深圳光明新区发生大火 造成24人死亡 一个月之后云南香格里拉大火损失严重 而就在昨天浙江温岭又有一家制鞋厂起火 造成了16人遇难 火灾频发如何预防 损失惨重怎样避免呢 三个月之前北京的一场火灾 也曾经夺去了两名消防战士的生命 事故的原因在近日公布 让我们去听一听结论 找一找教训 这是事发后 消防部门首次公开的商场内部监控视频 餐厅一脚发生险情 麦当劳的一名女员工从里面惊慌跑出 自行离去 随即烟雾冒出越来越大 留在餐厅里的顾客们 这才惊觉开始陆续逃离餐厅 不到两分钟时间 整个餐厅已经完全被浓烟笼罩 2点51分30秒 画面呈雪花状 很快全屏转黑 监控探头已经被火烧到 据调查 起火是麦当劳在给送外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时 发生电器故障引起的 首先发现险情的这名女员工是值班店长 再看另一名员工 明明已经看到烟知道险情了 却像没事人一样无动于衷 既不去处置火情 也不提醒顾客疏散 店长和员工的失职 失去了最佳的灭火时机 这里的自动报警和自助灭火系统开始报警 此时麦当劳餐厅的明火已经起来了 从画面上看 这位值班人员起身做了个动作 又回到了座位上 按照岗位职责 接到报警的值班人员 应该马上通知报警区域的值班保安 携带灭火设备 到现场查看火情 并反馈情况 但这位却没有下任何通知 据他事后向警方交代 他对第一个火警 仅仅做的是消音处理 两分钟后 第二个报警器又开始报警 显示火已经蔓延到了另一处 他起身又做了一个消音的动作 然后又无动于衷的坐下来 继续打游戏 可以看到 尽管消了音 但他身后的报警灯一直不停在闪烁 而火正在麦当劳四处蔓延 如果此时通知商场的保安人员 还可以把火事控制在麦当劳 不至于殃及整座大厦 但是这宝贵的两分钟又一次被错过了 突然大面积的报警灯都闪烁起来 显示火事已经大范围蔓延 报警声音应该已经非常刺耳 这位工作人员这时才不得不停下了手里的游戏 而麦当劳里的人已经全部跑出了餐厅 火光应亮了街道 发生这么大范围的报警 值班人员应该立即启动商场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保护还没有起火的区域和牢层 自动报警 自动灭火的一套系统 就是解决报警早 损失小的一套技术系统 有自动报警 自动灭火 它一起烟 就可以报警 然后火灾没有成大的时候 它楼宇里头的消防水箱 就可以提早的通过喷零系统 把火灾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单位的消防自动报警 自动喷零设施等 要靠消防中控室进行控制 按照规程 这个系统应该打在自动启动状态 但据调查 商场擅自改成了手动状态 但是这位值班人员始终没有启动这个系统 从发现大面积火警开始 我们看到 整整四分钟时间 它始终在翻看研究说明书 后来又跑进来的两个据说也是值班人员 但他们同样手足无措 也没有人启动自动灭火系统 由于起火初期 现场没有采取任何灭火措施 大火很快从麦当劳烧到了商场的外面 并沿着整个外里面的广告牌 迅速蔓延到整座大楼 3点13分 当第一批消防车赶到的时候 整座楼已经形成了 从内到外自下而上的立体燃烧 如果这个单位管理松懈 各项责任制度 若是不到位缺失 再加上人的素质不高 那一旦发生问题 缓缓脱节 小火必然着成大火 所以这个职守人员不尽职尽责 再有完善的系统 也等于零 按照规定 一个单位消防中共值班式的工作人员 必须持证上岗 能及时发现火灾隐患 会报警 在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到场之前 依托内部消防设施进行火灾初期的铺救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消防负责人 消防法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应该履行的消防职责和义务 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店长应该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不仅要定时巡查 及时消除隐患 火灾发生后 还要组织铺救疏散人员 而纵观喜龙多重大火灾 整个发展蔓延过程 从麦当劳店长到中控室值班人员 正是这一系列消防负责人的麻痹大意 玩乎职守 最终酿成了通天大火 按照刑法134条的规定 值班室的这三名值班人员 已被刑事拘留 不久将被依法审判 像这样玩乎职守的消防负责人 是否仅仅是极个别的现象呢 将近年关 记者联合公安消防部门 就此在北京广州 对大型商场和批发市场 进行了暗访调查 这是广州一家大型服装批发市场 每天有上万人的流量 到处是一染物 按照规定 配备有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系统 身穿便衣的消防检查人员 按动了墙上的手动消防报警器 检查中控室值班人员 接到报警后的反应 按照规定 消防中控室的值班人员 在接到报警信号后 应该马上通知 报警点附近的保安 带着灭火器材和通讯设备 在第一时间赶去查看火情 如果有火立即扑灭 如果发现属于误报 也应该立即把报警器复位 但是三分钟过去了 没有一个保安人员前来检查 三分钟 在这个堆满了 易燃可燃物的市场 已经有足够时间 让一个小火苗燃烧成大火 记者在这里看到 各种消防隐患比比皆是 令人担忧 无烟商场的牌子下面 就有散落的烟头 疏散通道几乎全部堆满货物 安全出口违规设置摊位 成堆货物堵在出口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 终于来了位自称是主管的负责人 先是质问我们的身份 当听说是消防检查后 又要我们到他楼上办公室里去谈 那为什么刚才都三分钟之后 还没有人到呢 人多听不见对讲机的声音 所以没来 这就是解释 在这种火灾铺就 和人员疏散难度如此大的地方 对待火警却是如此漫不经心 即使配备有先进的自动报警 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又有什么用呢 在北京的一家大型商贸市场 我们做了同样的检查 这次检查人员穿着制服 按下手动报警器后三分钟 跑来了一位值班人员 光一个应急包打开看看 里面都是什么 打开看看 本边还 在那里 说东西 打开 没东西 没东西 本来反应就慢 接近三分钟才出动 又拿了空包 跑到报警现场 难道只为在检查人员面前装装样子 咱们的中控室 值班人员这种应急包里面 没有配备相应的灭火器 呼吸罩 如果要是一旦发生着火情了以后 他带那个什么都不配 就不带着里面东西 那对他生命都有影响 我们刚才看到 报警器响起的时候 值班人员居然还能够把它关掉 这怎么能够不出事呢 难道您就不想想 为什么我们要把报警器安在那 为什么我们要把值班员放在这 可见 消防疫师弹 组织管理乱 势必什么都大的隐患 消除火灾隐患 加强建设监管 不能够仅仅针对物 更要包括教育人